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人持续不断的上街 那么每周都有几十万人 这个不断的升级 警方这个暴力也是在升级 那么最近有个新的现象 就是一些公务员也加入了这个反送中的行列 这种公开表态说明了什么 香港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抗争 现在看得出来在香港的体制内 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分裂 这种分裂呢 它甚至像一条裂缝从头裂到了脚 就是从香港政府体系的基层中层高层 都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基层的分化呢 就是在7月24号25号 香港有大约400名行政主任联署 要求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调查这一个多月以来发生的事情 回应市民的诉求 香港的行政主任呢 相当于是他这个政府体系里的专业管理人员 至于中层的分裂呢 实际上从7月27号28号的时候也体现出来 就是有一部分香港的政务主任也加入了联署的行列 政务主任呢 就是类似于香港政府的执行这一层的中间骨干力量了 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处级以上中层干部这一级了 现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上一次竞选特首的那个财务司长 曾俊华还有现任这个香港大多数司长决策局局长 都是从从政务主任这一级升上来的 所以呢算是这个香港这个整个政府体系里的中间阶层 也出现了明显的分裂 但是因为要考虑到公务员他出来表态是不那么容易的 因为公务员他自己的虔诚和他的全部切身利益和这个体制相关 所以有十个人不满 也许只会有一两个人站出来 那刚才所说的香港的政务主任这个级别出来联署的 在职的加网界的也有一百多人 至于香港政府高层的明显分裂迹象呢 在7月26号表现的非常突出 就是那一天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出来呢 向市民喊话就说这个承认 头一个星期在元朗袭击市民的白衣人为暴徒 还说警方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不当 然后呢向市民道歉 他的本意呢是为那个周末要发起的 收复元朗的这个市民的集会 降降温希望大家不要去 但是呢有意思的是 香港一个基层警员的协会 叫原左级警察协会呢 就公开出来发声 就是驳斥政务司长这个论调啊 就是说你政务司长如果只有道歉的本事的话 那你不如就辞职算了 我们在执法 执法哪需要道歉呢 就是公开和政务司长唱反调 香港警务处啊 他的上级是保安局 保安局的上级才是政务司 所以说相当于 他是一个低级警察的社团 出来公开呛声 他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所以这个迹象是非常之不寻常的 其实呢在我看来 就是香港政府高层有明显的分裂 其他高官呢 反对政务司长这种怀柔的说法 但是呢他又不好以一个在职高官出来 这种身份反对 就安排一个低层的警察的社团出来反对 所以这样看起来 不管香港政府从高层中层到基层 都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状态 那我想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是礼拜天 可能又有更多的人上街 而且下个礼拜 又有罢工罢事这种号召 对于下一步香港运动的发展 你有什么样的展望 7月底到8月初 有很多消息流传说 中共正在考虑对香港进行军管戒严 也有一些渠道的信号表示出来 好像中共确实有这方面的准备 比如驻港部队的司令 在这个8月1号建军节那天 发表了强硬讲话 还有这个7月29号 这个国务院港号办的人出来说话 说这个三条底线不准碰等等 还有这个梁振英前任特首 在7月29号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 说这个驻港部队不是摆摆样子 不是一个装饰品摆在那里的 看起来中共呢 它可能内部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当然要跨出这一步呢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跨出这一步 对中共来讲风险非常的大 香港呢同时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它毕竟和89年的北京是不一样的 因为北京呢 中共可以戒严以后完全封锁交通 然后这个控制信息 控制信息的流动 完全进行这个断电话断网 这些方面的操作 而这些做法要在香港 实施起来难度非常的大 一旦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话呢 那个对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丧失 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资产价值蒸发 那么对于香港的建制派 对于红二代太子党来讲 都会有巨大的损失 所以走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但是这最终的底线在哪里 谁都不知道 就是最终触发 迈出去最后那一步的界限在哪里 有一句名言嘛 叫做政治之前的一分钟就是黑暗 就是最后那一步发生之前 一分钟都不会有人料到 会是哪一个事情触发了 那最后一步 所以对香港来讲呢 我觉得一个比较稳妥的 比较有把握的抗争方式呢 还是尽量避免街头的暴力冲突 就是街头运动和集会 作为必要的表达意见的手段 保留之外 尽量坚持和平的方式 更多的精力呢 应该转向发动社会 采取不合作运动 像刚才说的罢工 罢市 罢客 那么这种运动呢 它甚至可以一个行业 一个行业接力地做 把整个这个社会发动起来 热度保持下去 力争在今年11月份的香港区域会选举 和明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当中 取得大获全胜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香港的立法机构就完全出现了 和政府意见相对立的这个力量 那这就使得这个林郑月娥政府的行政能力 就受到了极大的瘫痪 因为一般情况下 法治环境下 立法机构和行政处于完全对立的话 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它就陷入了一种叫限制危机 宪政危机的那样一种状态 那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呢 是瘫痪中共遥控香港和林郑月娥 这个政府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它直接触犯法律的风险比较低 同时中共即使想镇压的话 不合作运动 你也没办法说把罢工的人都抓起来 对吧 所以它对香港市民 直接实施人身打击的风险也比较低 这条道路呢 我认为是比较可以持久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北京的李鹏的一体告别仪式 那从报道上看呢 像这个朱镕基啊 李瑞环啊 温家宝啊 都没有出席他的一体告别仪式 当然这些我们知道 在政治上可能跟李鹏有这个分歧 但是江派的许多大佬也没有出席 对吧 像这个什么贾庆琳啊 什么这个曾庆红啊等等 那这透露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个人的看法呢 是反映出两方面的情况 首先呢 肯定就是李鹏这个人很不招人待见 就是一般人没事儿都不想跟他扯上关系 李鹏呢 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他这个名字呢 就和六四镇压绑在一起 你说李鹏就想到六四 你如果肯定他 就相当于肯定他六四镇压 你如果高度赞扬他就相当于赞扬六四镇压 那李鹏他的地位呢 在中共党内是比较尴尬的 就是说李鹏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六四镇压拍板的是邓小平 但是呢李鹏是在前台作为一个台柱子 因为当时的情况 共产党的高层 以赵紫阳为代表的 这开明派是同情学生的 邓小平本人是在幕后 他是不好 已经退休的身份 又站到台前来指手画脚 所以台前呢 就是李鹏这一个台柱子 他是强力主张镇压学生的 所以在六四镇压以后呢 这个邓小平虽然也知道李鹏这个人很无能 大家对他的怨气也很大 但是为了维护这个六四以后 党内人心的稳定 又不好把他撤换掉 所以还一直就把他摆在那里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呢 跟他沾上边没啥好事 所以他的这个遗体告别仪式 一般没有什么必要的 人家觉得跟他扯不上关系的 就都不去参加 就是都不想碰李鹏这个事情 那另外一层体现出来的意思呢 就是像吴邦国贾庆林 甚至刘云山张高丽 就是这几届常委 他是江泽民所提拔的 那江泽民是去最后送了李鹏一程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跟他的老领导协调行动呢 这其实是有一点令人意外的 所以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江泽民作为一个隐形权力中心 他的影响力在下降 也就是说呢 江泽民其实他比李鹏还大了两岁 大家都看到了电视当中 他路都走不稳了 两个人掺着 颤颤巍巍的去李鹏的那个遗体前 鞠了两个宫 是吧 那么说不定哪天他也就跟着李鹏同志一起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出来跟江泽民一致行动呢 对于其他江派人物来讲 好像也不是什么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因此呢 这些前江派人物 他们在两者之间就是追随老领导 还是不要去碰李鹏沾六四话题 这个事情上呢 他们选择了后者 所以显示出来呢 这个江泽民在体制内的影响力 也是逐渐的在淡泊下去 那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呢 就是不想去的人是不想跟他沾边 但是去的人恐怕也有些利益上的关系了 但这次大家看到是习近平带了六个常委 一块都去了 那你觉得这种表现是 有这个习近平政治上取向的一种表态吗 这方面表现出来习近平就不是特别实实物 其他中共元老的都不想碰李鹏 但习近平作为再直的中共一把手去吊咽呢 似乎是符合惯例的 但是具体怎么做 这个行动上分寸怎么把握也在于他 电视上显现出来 他紧握着李鹏遗双株林的手 似乎语重心长恋恋不舍 在人民日报悼念这个李鹏的文章当中呢 也是高度评价他 特别关于六四这一段啊 似乎表现出来他特别赞许李鹏 那么这些方面的表现 就不是政治智商特别高了 别人都不想和六四沾边 他还去主动的和六四沾边 似乎呢要表现出来 他非常坚守这个中共曾经做出的历史结论 也是对香港的一个警示 其实李鹏这个遗体告别仪式 很多人不愿意去呢 反而是对习近平的一个提醒 就是李鹏因为他沾了六四这个事情嘛 所以没有人想跟他扯上关系 那么习近平如果想步李鹏的后尘 对香港也采取强硬手段的话 恐怕在中共元老当中也是得不到支持的 在人人为自己打算的官场呢 是没有人会愿意去为他分担骂名的 而习近平现在又是定于一尊了 他如果是做出这个决定的话 他还没有人跟他分担这个责任 还不像是说李鹏和邓小平 两个人是达巴尔做出了镇压六四的决定 那镇压香港的话呢 完全就是习近平一个人的责任 因此李鹏遗体告别仪式上这一幕呢 其实也是对习近平的一个提醒 他一旦迈出去那一步 不李鹏的后尘镇压香港的话 那恐怕会追悔莫及 那么从目前国际形势上来看呢 中共也是四面楚歌 是危机四伏 是吧 那么目前香港的局势 有很多分析认为都是可能导致 中共垮台的一个导火索 但是这个导火索什么时候被点着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谢谢他们招 谢谢严真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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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